好,我们继续把第十九章避险参数给结束掉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讲的投影片在网路上的什么地方可以取得 所以就请您打开Google 然后输入这本书的作者John Hall 那就会看见一个很像他个人网页的连结 就勇敢的把它按下去 那我们呢讲的书就是这一本 Options, Futures and Other Derivatives 那同样点进去之后呢 这里有很多的附件 其中有一个是下载投影片 那同样的呢 你就进去之后把这投影片下载及压缩 就可以得到这本书所有章节的投影片了 那附带一提的就是呢 因为我们在讲避险参数的时候 那必须要做很多的计算 包括说选择权价格的计算 或者是一些避险参数值的计算 那这个呢 其实John Hall都已经帮你做了一个 还蛮好用的Excel档案 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自己写程式 但是呢 假如说就今天想要临时用一下 或者是教学上 想要让同学看一下这个内容的话 那其实有时候也蛮好用的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连结 有一个software的连结 那进去之后呢 还是把这个档案下载 那这个档案呢 现在已经到4.00A版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一部影片呢 我们讲了避险参数Delta 那Delta大概是最重要的避险参数 所以在这部影片里面呢 我们要把其他的会讲到的四个避险参数 也就是Theta Gamma Vega 跟Raw 那也把它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Theta 那这个Theta是什么意思呢 那你要了解一下它的数学含义 那Theta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选择权的价格 例如说我们直卖权好了 那选择权的价格呢 对小T做为分 那这边的小T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想看看我们之前呢 在讲选择权公式的时候 那我们都只有看见大T 没有看见小T啊 那是因为呢 我们假设今天的10点是0 所以呢 今天大T减0 其实就是权力期间 那事实上呢 有没有减掉0呢 都没什么关系啊 所以有时候呢 减掉0就不写了 但是呢 我们今天要探讨说 时间的流逝 对于选择权价格的影响是什么 所以呢 其实大T是不会动的 因为大T是到期日啊 那真正会动的是什么呢 真正会动的是小T 也就是现在 那现在呢 随着时间一直流动 这个小T呢 就会一直的增加 所以我们因为要探讨说 时间的流动 对于选择权价格的影响 所以这时候呢 势必就要让小T出现了 因此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的选择权价格公司的版本 你就会看见一大堆大T减小T 然后呢 可能被处理在根号里面 或者是他乘以某个利率之类的 所以呢 这时候大T减小T 就会变成是权力期间的 换句话说 今天就是小T 那我们呢 要去探讨说小T的变动 对于选择权价值的影响 好 那假如说呢 今天小T增加代表什么 代表说 这个小T的数字在增加 那大T不会动啊 那小T数字增加的话 就代表说权力期间减少 所以小T增加呢 指的是权力期间减少的意思 那假如说权力期间减少呢 会使得选择权 比较没有那么价值的话 那这个θ呢 的笔子就会变成是负的 那负的反而代表是 时间价值为正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小T增加代表权力期间减少 权力期间减少呢 会使得选择权的价格下降 那这就是时间价值为正 因为反过来讲 权力期间假如增加的话 会使得权的价值增加 所以呢 事实上就是时间越长 权力越贵 时间价值为正的意思 那反之呢 假如说今天小T增加呢 那会让这个选择权的价值增加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权力期间越短 这个权力是越值钱的 那反过来讲呢 就是权力期间越长 这个权力呢 是越不值钱的 换句话说 今天多给你一天 你反而越痛苦啊 那不但不肯花钱出案 多买这一天 还要叫卖你权力的人 补贴一些钱给你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 时间价值为负 所以假如说θ呢 是正的话 那指的是时间价值为负 θ是负的话呢 反而指的是时间价值为正 那这个呢 是关于θ 首先要先了解的事情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边写什么 它说一个衍生性商品的θ 或者是投资组合的θ 事实上就是一个比率 那这个比率呢 就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选择权 或者是投资组合价值的变动 除以时间的变动 那其实就是我们刚刚 写的这条数学式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同一边讲说 买权或卖权的θ 通常是负的 那负的就代表说 时间价值为正 所以就是这边所写的 就是代表说 时间经过的话 那事实上呢 其他的因素 假如不改变的话 其实时间经过 这些选择权的价值呢 是会下降的 好所以随着时间经过 权力期间越短 那就是小T增加 那这个选择权价值反而下降 所以呢就造成是θ为负 所以θ为负呢 就是时间价值为正的意思 那你会说 什么状况之下呢 θ会是正的呢 好那我们等一下举一下例子 因为我们在之前 在讲权权价格行为的时候呢 曾经举过三个例子 告诉你说 其实呢欧式的权力 在这些状况之下呢 可能都会发生 时间价值为负的状况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用 John Hall 他的计价的软体 来做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们首先先看 一个典型的θ 他会长成什么样子 那这个是John Hall 课本上的例子 他说旅月价格 假如是50 波动都是25 利率是0 那是两年的一个买权的话 那θ大概就长成这样 你可以发现说呢 当标地物价格呢 假如是50的话 θ大概是最负的 那代表说 在价评左右呢 其实时间价值的消失 是最快的 那月价内或月价外呢 时间价值 它的消失 事实上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关于呢 在价评的时候 时间价值掉最快 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 这个概念 那我们曾经用这个图 跟大家说明过 也就是说 今天假如 横走是标地物的价格 重轴 假如是买权的价值的话 那通常呢 这里会有一个内含价值 就是绿色这条线 那买权呢 它在还没到期之前呢 它不会是一个折线 它事实上是一条弯曲的线 而且是一个正邪率 开口向上的线 所以呢 紫色的线是权利金 那绿色的线呢 是内含价值 所以呢 这两条线中间 垂直距离的差距 就是在特定的标地物价格之下 的时间价值 那随着时间经过呢 这条线会越来越掉下 越来越掉下 越来越掉下 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叫做 时间价值的衰退 那你可以发现说呢 其实价外的部分 本来呢 时间价值就不是很多了 所以这条线呢 即使在往下掉 那事实上呢 这个时间价值衰退 速度也不会很快 然后呢 价内的部分 事实上呢 时间价值也没有很多 因为我们说 时间价值基本上就是 假如不确定性越大 那每一天就显得愈有价值 所以呢 今天假如是价内 或价外的权利呢 其实他的不确定性都不是很大 因此时间价值呢 都比较低一点 那价内呢 怕时间价值也不是很多啦 所以呢 衰退 其实速度也没有说很快 但是呢 价平他的时间价值是最多的 所以呢 今天这条线既然呢 要掉下来 既然呢 从今天到选择权到期日 这些时间价值都要耗损掉的话 那可想而知呢 价平的 Theta呢 事实上是会最负的 换句话说呢 他每天价值的损失会是最多的 所以呢 传统上 应该说大部分的 Theta呢 都长成这个样子 那通常呢 Theta都是负的 那你会说 那随着到期日 越来越靠近的话 那这个图到底会怎么样的变化呢 好 所以呢 随着到期日越来越靠近 那当然呢 价外或价内 他这个线呢 还是会一直掉 但是其实他掉的速度呢 本来就没有很快 但是那事实上 就是在到期的时候呢 他掉的速度呢 就是会越来越慢 当然要看你到底 现在还有多长的时间啊 不过 假如说全体期间不是很长的话 那通常呢 掉的速度 其实是越来越慢的 但是呢 价平左右呢 的 价平左右的时间价值 就会越掉越快 所以呢 假设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 横轴是标第五的价格 纵轴是Theta的话 所以呢 我这边纵轴 就是画Theta 然后横轴就是画标第五的价格 好 所以呢 本来Theta呢 是长成这样 但是呢 随着到期日越来越靠近 那月价 月价外跟月价内呢 它的Theta呢 掉的速度就越来越慢 但是价平呢 它的Theta呢 会越来越负 越来越负 越来越负 那你可以想象 假如说 到期之前的一个小时 那这个权力还在价平的话 那换句话说呢 就是在过一个小时呢 它要把这些权力期间 它要把这些时间价值全部耗损掉 那一个小时呢 要把时间价值全部耗损掉 那假如说换上成一年的话 因为呢 我们说Theta呢 就是代表说Delta t增加1 其实是增加一年的意思 所以呢 一个小时 你要把仅存的时间价值耗损掉 然后呢 把它年化之后 那一年的耗损掉价值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就说呢 今天Theta它的变动 大致的图形就是 月价内或 月价外或月价内呢 其实Theta是会 渐渐的往零靠近 从负的一点点 然后渐渐往零靠近 但是呢 价平之后的Theta呢 是会越来越负 越来越负 越来越负的 好 那我们假如说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说今天分成 你是价内 价平或价外的话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条续线呢 其实是价外 然后呢 这条点的线呢 是价内 然后 这个实现的是价平 所以呢 这个图你要从右边往左边看 好 那事实上三个权利呢 它的Theta呢 刚开始都会越来越负 越来越负 可是呢 假如说你权利期间 大概只剩下半年左右的话 那事实上呢 不管是价外或价内的Theta呢 它其实就也没什么好衰退的 所以它衰退的速度呢 就会开始变慢 但是价平 它的Theta呢 衰退的速度 确实会越来越快的 那最后呢 会变成 几乎是无穷大状况 假如说 你快到期的时候 结果 现在这个权利呢 还在价平左右的话 那就代表说 可能下一分钟 就要把 这个些时间价值 全部给抹平掉 那把它年化之后 那个值呢 是负的非常大的一个值哦 好 那我们刚刚曾经讲过说 Theta大部分时间都是负的 那代表说时间价值是正的 但是呢 也有一些的特例 那事实上呢 Theta反而会是正的 那代表说时间价值是负的 那我们在之前选择选择价格行为的时候呢 曾经举过三个例子 那我们就把这三个例子呢 就把它数字化吧 然后来看一下图哦 所以呢 我们就打开Jungho的这个计价程式 那我们就先思考一个例子 例如说 现在我们选标的是股票 好 所以呢 标的价格我就随便输入一下 例如说是50好了 那波动度是25% 五风险利率是5% 好 那权利期间呢 可能是两年哦 那我选指数好了 因为呢 等一下我们要让指数的 这个鼓励率变动一下 因为呢 这也牵涉到 今天这个时间价值呢 会是正还是负哦 所以呢 我就先选 标的是指数 也就是去评价一个指数选择权 但是呢 我们首先先把这个Q变成0 所以0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 其实就是一个不发现金鼓励的标的 好 那我刚刚呢 写到这里 权利期间是两年 那履月价格呢 假设是50 好 那这样按下去呢 我们说这个买权的价格就可以被算出来哦 然后呢 下面就是一堆的避险参数 好 那我们就来想一下呢 第一个例子是什么 那我们曾经讲过 你假如是一个欧式权利的话 那在深度价内的时候呢 时间价值很容易出现是负的 所以呢 我们这边就把它改成卖权 然后我们就算一下哦 好 那我们这个例子呢 其实不算是深度价内的卖权 可是呢 我们可以画一下图 那江户呢 这下面呢 有一个图可以画 然后呢 你可以去选择这个图的纵走要是什么 这个图的横走要是什么 所以呢 这个图的纵走呢 我们就选θ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要看θ 那这个图的横走呢 我们就选标地物的价格哦 因为呢 我们现在想要知道说 今天假如标地物价格很低 也就是呢 这个卖权呢 越来越价内的话 θ会不会变成是正的 好 那我们就让这个股价呢 从10到100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股价是50嘛 所以我们就让这些股价呢 10到100 我们就按画图 所以你就发现说 横走是标地物的价格 重走是θ 所以呢 当今天 这个欧式卖权呢 假如越来越价内的话 事实上呢 这个θ会变成正的 也就是时间价值为负的意思哦 那我们曾经讲过他的道理啦 也就是说因为卖权 它的获利上限是被限制住的 所以假如说标地物价格已经很低了 那其实呢 你这个卖权呢 也差不多快达到你的最大获利了 你当然很希望 赶快去执行这个卖权 可是你要执行的时候 他跟你说 嗯 很抱歉 你是欧式 你慢慢等吧 等到到期日再来通知我好了 所以呢 期间越长 你当然越痛苦啊 因为呢 你就很怕说 哦 现在标地物价格已经蛮低了 假如说呢 我继续等 等到选择权到期日的时候 这标地物价格又弹上去怎么办呢 我的获利是不是又减少了 所以呢 权利期间越长 你是越痛苦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可能发生在什么状况呢 就是发生在你假如是深度价内的买权 但是呢 这个标地呢 却又发很多现金鼓励的话 那这时候 这个买权 它的时间价值可能会变成是负的 那我们来考虑一下 就是说今天呢 假如是一个买权 那我们就想说 它可以让你 什么时候想提前执行 就提前执行好了 所以呢 我们假设呢 它是一个美式的买权 那你搞提前执行的话呢 到底会有什么优点 那因为呢 你提前执行就是负 旅月价格去拿到标地物 所以优点呢 就是你当然可以拿到股利啦 你可以拿到现金股利哦 好但是呢 也不是没有缺点的 那缺点就是呢 因为你现在提早 把旅月价格给付出去 所以呢 那笔钱本来可以晚一点 再去旅月 因此你现在提早旅月的话呢 你就会损失掉 旅月价格的利息哦 好那除此之外呢 你还会损失掉 这个买权 它的时间价值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一个权利 弄死掉了 所以呢 时间价值呢 就整个都不见了 好那我们现在想看 假如说今天标地股 它发很多现金股利的话 然后呢 它的时间价值呢 又特别小 那这个可能发生在什么状况 可能发生在 你假如是一个深度价内的买权 好所以你假如说 你是一个深度价内的买权的话 那今天呢 标地股发很多股利 所以你假如提前执行的话 那优点是很多的 那缺点呢 其实是比较少的 因为呢 深度价内的买权 它本来时间价值就很少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你假如是一个美式的买权 你会倾向去提前执行 可是呢 现在假如说你不是美式买权 你是欧式买权呢 那你要提前执行 他就跟你说 嗯 很抱歉 你慢慢等吧 等到这个权利到齐的时候再说吧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是不是呢 嗯 全体期间越长 你就越痛苦呢 哦 所以的确没有错 那我们来看看呢 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 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标地的股利率 把它设成10%好了 所以呢 你就发现它的漏损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呢 这个标地 它会发给你很多的现金股利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里改成是买权 哦 所以啊 我们就计算一下 这样的买权价格是多少 但是重点就是呢 我们想要知道 哦 假如横走是标地物价格 重轴是θ的话 这个图形画出来会怎样 结果你就发现说 哦 今天标地物价格假如越高的话 那代表说这个买权假如月价内的话 那当今天 嗯 这个权利 这个标地 它发很多现金股利的话 其实θ会倾向是正的 也就是时间价值是负的状态 好 那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要举什么呢 啊 我们就曾经讲过说 假如今天一个欧式的卖权 那 嗯 权利期间非常长非常非常非常长的话 那因为呢 我们都假设标地 啊 在 长时间来看呢 几乎都是向上成长的 尤其假如说你是用风险中立评价法的话 那事实上呢 所有的标地资产呢 它的成长率都是无风险利率 因此你今天假如一个卖权 它期间 非常长 那显然呢 就是呃标地一定长期来讲会上涨嘛 那对卖权来讲就是非常不利的状况哦 好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因此呢 我们再把这个Q改成0好了 然后呢 嗯 现在我们把它改成是 卖权哦 所以我们先算一下这个卖权的价格是多少 但是呢 那我们现在希望看一下纵轴是θ 那横轴呢 假如是权力期间的话 这个图画出来会怎样 那这个权力期间呢 我们就把它设成一年到十年好了 所以呢 我们就来画一下这个图哦 那我们就会发现说 呃没有错 今天一个欧式的卖权 假如呢 权力期间越长的话 事实上呢 反而是会越便宜的 那代表说呢 在这个地方出现θ为正的状态 那也就是时间价值为负哦 所以呢 一个欧式的卖权 假如说你权力期间真的很长 例如说已经高达五年以上的话 事实上权力期间越长 对你来讲 啊 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因为呢 可能会发生时间价值为负的状态 好 这个就是有关于θ我们的介绍哦 那到底要不要对θ去做避险呢 其实对θ做避险好像没什么道理啊 因为呢 时间是不会停下来的啦 换句话说时间的流逝是没有任何不确定性的 所以呢 今天一个权力他每过一个单位时间到底会掉多少价值 这个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换句话说呢 嗯 今天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东西 那就不需要去针对他避险 你想看看我们为什么要去针对θ的风险来规避 因为呢啊data是衡量标地物价格变动一点点对于选择权价值的影响 可是呢 我们不晓得标地物价格会怎么动啊 所以才需要去针对data风险去做管理 可是呢 有没有必要去对θ风险做管理呢 那θ就是衡量时间假如流动 往前流动 换句话说权力期间假如少一点点的话 对于选择权价格的影响 那这个时间流动不会突然说权力期间突然暴增或暴跌 它就是一秒就是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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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减少 所以呢 时间的流逝是没有不确定性的 所以对θ来避险 感觉上没什么道理可言 但是呢 我们在探讨时候有时候还是会去探讨θ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说 在一个data中立的投资组合之下 其实呢 θ跟γ呢 它好像是软身兄弟一样哦 那不仅他们的符号常常相反 而且呢 他们的随时间变动的方式呢 也几乎是一样 只是符号相反而已 换句话说 在一个风险中立的投资组合里面呢 其实θ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γ的一个代理变数 所以呢 讲θ就好像在讲γ 讲γ就好像在讲θ 只是他们两个人的符号 刚好是相反而已哦 就像软身兄弟但是个性完全不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θ有时候还是有用的原因呢 因为呢 在风险中立的投资组合之下 其实θ会是一个γ的不错的代理变数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什么东西叫做γ 那γ呢 它在数学上其实是全力金对标第五价格去做二次的微分 那你知道呢 其实二次微分就是一次的微分再做一次的微分嘛 那但是呢 全力金对标第五呢 价格做一次微分其实是Δ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什么叫γ 那你假如说从二次微分的观点来看的话 就是全力金的价格对标第五价格做二次的微分 事实上就是γ 那假如说呢 你对数学有点熟的话 你就知道说 其实呢 一阶微分基本上就是在探讨 假如做切线斜律的话 那做切线的话 那用那条切线来描述曲线 到底描述的状况到底好不好 这个事实上就是一次微分 好像就是要去看一个函数 它直线的成分是什么 那二次微分呢 其实就是看这条线的弯曲程度 那我们都知道呢 一个买权的全力金跟标第五价格 涨成这样子的关系 那这个呢 是一个正协率而且开口向上的 那开口向上呢 在数学上二次微分就是会大于0 大于0 所以我们来想一下 买权的全力金跟标第五价格的做图 是左边这个样子 那它的确是一个正协率 而且是开口向上的 好 那卖权的全力金对标第五价格的做图呢 它就长成这样 它是一个负学率 但是其实它开口还是向上的 因此呢 你假如说从二次微分讲的就是这个函数 开口向上还是开口向下的话 你会发现说 事实上呢 买权的伽玛呢 跟卖权的伽玛 其实呢 都是大于0的 就是大于0的 好 那这个当然是从二次微分的观点来想 那你也可以呢 从Delta对标第五价格的微分来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假如说从这边来思考的话 那我们就回忆一下 买权的Delta 它跟标第五价格的做图是怎样 那事实上呢 它就是一个标准常态分配的累积分布函数 所以今天呢 Delta对标第五价格做图的切线协率变化 其实就是伽玛 那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如说做切线的话 你会发现说 刚开始呢 其实切线协率几乎是0 然后渐渐的切线协率才会变成是正的 然后最后呢 切线协率又会变成是0 所以呢 假如说你这时候想要画出一个 横走式标第五价格 重轴式伽玛的话 例如说买权的伽玛画 那其实画出来的图形呢 就会长成类似这样子的图形 那这个呢 就是你假如从Delta再对S 做一次微分的话 你会得到伽玛它的图形 而且这伽玛图形呢 都是正的 那当然呢 对卖权来讲 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因为呢 今天卖权的Delta 它是负1到0之间 但是基本上它的样子呢 也长得很像是标准常态分布的 累积分布函数的一个图形 那我们曾经讲过说 买权的Delta 大概减掉1左右 就是等于卖权的Delta 所以感觉就是把买权的Delta 往下整个1 1单位啦 假如说你的标的股不发 现金股低的话就是往下移1单位 其实就会得到卖权的Delta 所以呢 你这时候再去看一下 这个做切线的斜率 那这切线斜率本来也是0 然后呢 渐渐的你在S变大时候 那做出来的切线斜率 就会变成是正的 但是呢 等到S很大时候呢 那做出来的切线斜率呢 又会趋近于0 所以你假如说用这种 二次微分 就是一次微分 再做一次微分的概念的话 你也可以得到呢 今天卖权的Gamma呢 它的图形 其实也会长成这个样子 也会长成这个样子 好 那这个图形呢 到底它是会怎么 随着时间的变动 而做一些改变 那我们也可以来思考看看 那我们在上一部影片 曾经讲过说 这个Delta呢 会随得到其实越来越接近 它就越来越被扭曲 越来越被扭曲 所以当它越来越被扭曲的时候 你就发现呢 今天对买权来讲 你月价外 或者是月价内 那个Gamma 就越来越趋近于0 为什么 因为呢 它这平坛的部分呢 显然长度就变多了 换句话说呢 在S很大范围里面呢 其实这个切线斜率呢 都还蛮接近0的 但是呢 因为中间这里 越来越被扭曲 所以就造成说 价平左右的Gamma呢 是会越来越大的 那换句话说 随着到其实越来越接近 这个Gamma呢 在价平左右 几乎会到了 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值 那你会发现说 这个好像跟刚刚的Theta 很像啊 只是符号是相反的而已 我们刚才讲Theta的时候 那假如说一个买权的Theta 那你今天呢 对标题物价格去做图的话 那通常大部分状况之下 是负的嘛 那随着呢 到结局越来越接近呢 其实 越价外或越价 那个Theta会越趋近于0 但是呢 越价平的Theta会越负越大 越负越大 换句话说 付数越来越大 所以呢 其实这个Theta跟Gamma呢 真的是还蛮 软身兄弟的 只是他们的符号不一样 不过他们很多 不然他们的很多行为呢 其实是相同的 好那就卖权来讲 也是一样啊 卖权的Theta呢 它随着时间 快到起的时候 那它也会越来越被扭曲 越来越被扭曲 所以事实上有 S的很长一段 就是在S里面 有很大的范围呢 事实上这个切线斜率 都会蛮趋近于0的 也就是说呢 今天月价内的Gamma 跟月价外的Gamma 是会往0靠近的 但是呢 中间这一段 因为被扭曲很严重 所以呢 它的切线斜率 它今天写率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就值得呢 价平的Gamma 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呢 这个图形呢 也会随到期日呢 然后渐渐的变成说 价内跟价外的Gamma 越来越小 但是价平的Gamma 却会越冲越高 越冲越高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Gamma的一些特性 而且假如说你今天是权力 都是条件相同的话 而且都是欧式的权力的话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买卖权评价定理呢 得到一件事情 那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今天你假如左右两边呢 都对S去做一次微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左边其实就是C对S做微分 右边就是E 然后再加上呢 P对S去做微分哦 但是呢 你假如说等号两边 再对S做一次微分的话 那其实呢 左边就是什么 就是买全的Gamma 右边就是卖权的Gamma 而且它们两个的数值 是会一样的哦 是会一样的 所以啊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因为现在早是早上8点07分哦 其实是快要开盘了 所以上一个交易日的资料 应该都洗掉了啦 那我们现在假如要去看一下 上一个交易日留下来的资料 的一些避险参数呢 应该是现在是看不见 我觉得是看不见 因为它的上一个交易日的资料 应该都是洗掉了 毕竟现在已经在过几十分钟 就要开盘了 所以等一下等到开盘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 好 那这个就是Gamma的一些特性 那最后呢 Gamma还有一个特性呢 就是说你今天假如是一个 投主的Gamma 那到底要怎么去做计算 其实呢 投主的Gamma呢 跟投主的Data的计算 都是一样的哦 就是呢 你把这个投资组合呢 每一个部位的单位数 把它给算出来哦 那单位数呢 就是你假如买入的话 就是正的单位数 卖出的话就是负的单位数 然后呢 再乘以每一个部位的Gamma 是多少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想看看了 你假如说你是买权利的话 不管你是买买权或买卖权 那事实上呢 单位数都是正的 因为你都是买入 然后呢 今天买权或卖权的Gamma 都是正的 所以你假如说你是买权利的话 你就得到正的Gamma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你就得到 这条线的弯曲程度了 那这条线弯曲程度 带给你什么好处呢 带给你的好处就是 赚钱越赚越快 赔钱越赔越慢 然后呢 你假如是卖权的话 也是一样 赚钱的速度越来越快 赔钱的速度越来越慢 但是假如说呢 你是卖权利的话 那单位数呢 就会变成是负的 但是呢 买权跟卖权的Gamma 还是正的啊 所以呢 负的乘以正的 就得到负的 换句话说 你假如卖了权利 你就得到负的Gamma 那负的Gamma呢 就是你把 你把这条线的 弯曲程度给卖掉了 例如说 你今天呢 卖出买权 那你就把 左边这个图呢 整个沿着横走呢 就做一下 对称的反射 或近色 好 所以呢 就发现你今天 赔钱速度越来越快 但是赚钱速度呢 却是越来越慢的 所以这就是呢 买了Gamma的好处 跟卖了Gamma的坏处 那买了Gamma的好处 就是赚钱越赚越快 赔钱越赔越慢 卖了Gamma的坏处 就是赚钱越赚越慢 赔钱越赚越快 这个就是有关于Gamma 投资组合的Gamma 到底怎么去计算 好 事实上呢 所有的避险参数 投资组合避险参数 到底怎么计算 其实都是这一个公司啦 那只是前面把它改成 不同的避险参数 例如说前面改成Data 那这里就改成Data 其实也是一样的 投资组合的Data Data就是 组合里面 每一个部位的单位数 乘以呢 每一个部位的Data 那Gamma呢 也是一样 Theta是一样 Vegas是一样 所以其实 投资组合避险参数呢 都是这条四字 都是呢 投资组合里面 每一个部位的单位数 乘以那个部位商品的 避险参数 好 这个是呢 有关于Gamma的一些知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课本上写什么 他说Gamma呢 事实上就是一个比率 什么比率呢 就是Data的变动 除以标题物价格的变动 那就是我们刚才所写的 就是呢 标题物价格变动 一块钱对Data的影响 好 那Gamma呢 那他在什么时候最大 他事实上呢 就是在架频的时候 达到最大 那原因也是因为呢 今天Data在架频左右 它的变化是最大的 所以呢 Gamma在这个地方 其实值会比较大 代表说 今天Data呢 在架频左右 其实他切线斜率呢 事实上是会从 不是那么正 突然就变成很正 所以就是会代表Gamma呢 在架频左右的值会变得比较大 好 那Gamma到底有什么用处 Gamma其实就是在衡量一条线的弯曲程度 那我们说呢 你假如今天只用一阶导函数来描述一个曲线的行为的话 就是所谓的Data 那他在避险上呢 会产生什么样的误差 好 所以呢 所谓的Data就是一阶导函数 一阶导函数呢 就是试图用一条直线去描述一个曲线 但是呢 这个东西只有在标题物价格变动一点点的时候 这种描述才会蛮相近的 可是假如说呢 标题物价格呢 变动很远的话 那这个描述呢 就会非常的 误差会非常的大 所以你可以想象呢 假如说你卖出去一单位的买权 所以呢 这条曲线你是当卖方 你是当卖方 然后呢 你去买Data单位的标题物 所以这条直线你是当买方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试图用这条直线的买方的损益 去规避呢 这条弯曲程度 也就是你卖出选择权的益损 好 那当标题物价格变动很小时候 你发现呢 这两个商品 它的价值呢 变动差异不会很大 所以这时候避险效果还挺不错的 可是假如说呢 标题物价格呢 从S大幅上升到这个S Double Prong好了 那你假如说呢 还是用直线呢 去规避曲线的风险 但是呢 这时候你的直线会怎样 会从C涨到C Prong而已哦 但是呢 事实上你卖出去的选择权已经从C涨到C Double Prong了 所以你卖出去的东西已经长得比你的避险部位 也就是Delta单位标题物所长得还要更快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避险就会造成误差 所以呢 通常这个伽玛呢 你假如从避险观点来看的话 事实上你伽玛 假如想把它调成伽玛中立的话 事实上就是希望 你今天投资组合呢 这个价值不会因为标题物价格变动太小或太大 而有所影响 也就是说你今天标题物呢 你今天投资组合假如只是弄到Delta Nutri的话 Delta中立的话 那你可以规避标题物价格变动一点点的风险 但是他没有办法规避标题物价格变动很大风险 你要规避标题物价格变动很大风险 你就同时要把你的投资组合呢 弄到Delta也是Nutri 然后呢 Gamma也是Nutri 但是呢 这时候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呢 通常标题物价格它是直线 它没有所谓的弯曲程度 所以你不可能呢 用一条直线 想要去规避 曲线弯曲程度的部分 所以你假如说你要做到Delta币显 跟Gamma币显的话 你势必就是除了标题物之外 你还要引进另外一个选择权 那才可以呢 去规避你手上卖出去这个选择权的 弯曲程度的风险 也就是说你要规避弯曲程度的风险 你只有拿有弯曲程度的东西 才有办法来规避啊 你不可能拿一条直线 然后说我要去规避 某个弯曲程度线的风险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就代表说你要去把你手上的投资组合 那把它Delta也用成零 Gamma也用成零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势必一定要引进一个也有弯曲程度的商品 例如说另外一个选择权 再加上你手上的那个标的物 这样的话呢 才有办法去规避你原本的部位的直线的风险 跟弯曲程度的风险 好那下面这里呢 他是这个地方 他是说呢 今天假如是一个Delta Neutral投资组合的话 那会有这样子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那我们假设呢 那今天你的投资组合的变动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去做拍的展开式嘛 所以投资组合变动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就是π对s做一次的偏微分 然后再乘以底s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二分之一的π再对s再做一次微分 那也就是二次微分的东西 那再乘以呢 底s的平方 好那再来呢 就是说假设t也会变动的话 那就是呢 π对t做一次偏微分 然后再乘以底t 那当然呢 波动度可能也会改变啦 还有就是说他可能还有一些更高阶的部分 我们就首先假设忽略不看了 好所以假设你这个投资组合呢 已经做到data neutral了 那这项其实就是data 那这项呢 事实上是γ 这项呢 事实上是θ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投资组合是data中立的话 那这一项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因为呢 这时候投资组合data是等于0 所以0成什么东西都是0 所以这整个投资组合呢 它的变动就会变成是2分之1的γ 投资组合它的变动的金额呢 越略就是受到θ跟γ的影响 那偏偏呢 他们两个又是符号相反的 所以事实上 其实代理变数要解释 可能用等一下用篇围分发才解释比较好 所以我们到那边再解释好了 那这个图呢 其实不是要解释θ 它是γ的一个很好的代理变数 它只是要告诉你说 今天假如这投资组合是data neutral的话 那投资组合价格的变动量 变动金额约略就是后面这两项 好那我们想看看 假如说你去买了选择权 那通常买选择权 γ就是正的 因为呢 我们刚刚讲过 单位数也是正的 然后呢 不管是买权或卖权的γ都是正的 所以呢 你买了选择权 你就得到正的γ 所以呢 后面这一项就是正的 因为呢 delta s 平方一定也是正的 所以后面这一项就是正的 但是呢 你买了选择权 其实呢 你的单位数是正的 但是呢 选择权的θ呢 通常都是负的 所以呢 你买了选择权之后 你其实呢 投资组合的θ会是负的 所以呢 变成说 这边呢 θ是负的 那delta t呢 就是我们就让它增加嘛 因为时间流动 那全体几天减少 事实上就是代表 小delta t的增加 好 所以呢 你假如说你买选择权 通常碰到的状况就是 γ是正的 θ是负的 好 那就是左边这个图哦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会造成什么影响 假如说呢 今天标注价格还是要死不活 都不大动的话 那你今天买这些价码钱啊 没什么用处 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你赚钱越赚越快 赔钱越赔越卖 因为标注价格根本就不动啊 所以呢 这项证书对你来讲 你的对你的注意是很小的 但是呢 时间是不会停下来的 时间是不等人的啊 所以呢 今天delta t一直在增加 然后乘一个负数 所以呢 这里就会造成是负向的东西 可能还蛮大的 但是正向东西其实是很小的 所以呢 就代表说 今天标注价格 假如说不动的话 其实你整个投资组合呢 价值是会减损的 但是呢 假如说 现在的标注价格呢 有大幅的变动 不管是往上变动 或往下变动 那这样的话呢 后面这个正向就会很正 就会非常大 因为呢delta s值就很大 平方之后也很大 或者是delta s呢 很负 但是很负的东西 平方之后还是很大 还是很正 所以呢 这一整项就会变成一个很大正数 它就可以呢 抵消掉前面这个负数不利的影响 所以今天你的投资组合呢 的价值就会增加了 换讲说 你的投资组合变动金额 就会是正的 所以这就是通常在实物上 常常所讲的 就是说你搅当选择权的买方 其实呢 你是必须忍受时间价值的耗损 但是呢 你可以获得伽玛的好处 那什么叫获得伽玛的好处 就是标的物价格 假如有大幅变动的话 那往你有利的变动 往你有利的方向变动 就赚钱越来越快 往你不利的方向变动 就是赔钱越赔越慢 那总言之对你来讲 都是好处 那换讲说呢 你就是牺牲时间价值去换取标的物价格 可能大幅变动所带来的好处了 这个是买权利 那假如说你是卖出权利的话 那我们刚刚说呢 卖出权利你就得到负的伽玛 因为已经消掉了 因为呢 我们说投资组合的伽玛就是 每个部位的单位数 乘以那个部位的伽玛 那假如说你卖权利的话 那权利的伽玛是正的 但是因为你卖出去 所以单位数是负的 那负的乘以正的就是负的 所以投资组合呢 的伽玛就会是负的 假如说你卖权利的话 但是呢 你卖权利 那投资组合θ会怎样 那投资组合θ也是一样 单位数乘以每一个部位的θ 所以呢 你今天假如卖权利 那单位数就是负的 然后呢 买权跟卖权的θ呢 大部分时间也是负的 所以负负就得正 换句话说 你卖权利呢 其实是会得到正的θ 好 所以假如说你卖权利 你会得到正的θ 换句话说就是享受 时间价值的耗损 所带来的利益 因为呢 时间价值 对权利的耗损 那会使权利已经下降 但是因为你是卖出权利啊 所以你卖出的东西 你当然希望它价格会下降 对你来讲反而是赚钱的 好 所以你假如说你卖出权利之后 你就得到正的θ 所以前面这项就是正数 然后呢 但是你得到负的γ 所以后面这项就是负数 好 那在大部分状况之下呢 其实标注价格都不大动 都不大动 所以呢 假如标注价格真的不大动的话 那这一项带来的负的影响 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前面呢 随着时间流逝 前面正的影响 就还蛮大的 所以呢 你的投资组合的价值就会增加 但是呢 假如说今天标注的价格大幅变动了 所以呢 这个delta s 平方会很大 会很正 然后呢 你的γ又是负的 所以后面这一项呢 会整个变得非常的负 那它会抵消掉时间价值的耗损 因此你的投资组合的变动金呢 就会变成是负的 好 所以通常卖权利哦 其实就是享受时间价值衰退的好处 但是呢 是以什么为代价 以卖出那条线 也就是权利金对于标注价格那条线的弯曲程度为代价 那那条线的代价呢 卖出那条线弯曲程度的代价 就是赔钱会越赔越快 赚钱却是越赔越慢 好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左边这个图 通常就是买选择权 你遇到状况啊 在标注价格不怎么动状况之下 其实你的投资组的价值一直在衰退 但是呢 假如标注价格大幅变动 不管往哪边变动 那你呢 就机会就来了 那就可以 获利就可以 抵消掉时间价值衰退 那你假如说呢 你今天是卖权利的话 那就是标注不大动的时候 你就享受时间价值衰退的好处 但是呢 假如说标注价格大幅变动的话呢 你受到的伤害可能会比 时间价值衰退的好处还要大很多 所以呢 这就是通常人家在讲说 你假如呢 在选择权市场上 到底要当买方还是要当卖方呢 那这个是没有什么定论的 因为呢 假如选择市场是公平的话 那其实你当买方跟当卖方都是很公平的 例如说像台资选择权 其实呢 它算是一个蛮公平的市场 那你现在看见选择权的价格 只要流动性很大 几乎都是正确的价格 都是合理的价格 所以呢 你当买方也蛮公平的 当卖方也蛮公平的 因此呢 最后你到底要当买方还是当卖方 就取决于你的个性 所以呢 像我通常之前在交易选择权都当卖方 为什么 当卖方就是右边这个图 也就是呢 这个好处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经过 就会一直持续享受到的 但是这个坏处不一定会出现啊 然后呢 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先享乐 然后后吃苦的人 所以呢 今天假如时间价值 就是一直慢慢的在衰退 而且时间是不会停下来的 所以这个好处是一直持续的 慢慢的进来的 那只要呢 这个坏处不要突然出现的话 那我就好像在推土机前面剪 铜板一样 铜板虽然很少 但是好多铜板都剪不完 但是推土机呢 最好不要突然冲过来 假如冲过来的话 我就要赶快跑 不然我会死翘翘 所以就是说呢 今天你就是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 都很快乐 但是你要忍受 有时候呢 可能会非常非常非常不快乐 那就 这个就比较符合了个性 但是呢 假如说你是像要接受磨练的那种 圣人模式的话 那你就去当买方吧 当买方就是呢 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快乐 因为呢 时间不会停下来 所以你的权力呢 常常在耗损 可是呢 假如今天不要丢价格 有大幅变动的话呢 你就会赚很多 那大部分时间不快乐 但是呢 快乐时间到来的时候 会让你非常快乐 整体来讲 其实不管你是当买方或当卖方 都是公平的 那就看你的个性是喜欢 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 还是大部分时间都不大快乐 你假如喜欢大部分时间都很快乐 然后呢 有时候非常不快乐 你就要设法要躲避它 然后呢 假如说你呢 大部分时间都不快乐的话 那你就是一直忍耐 一直忍耐 跟时间赛跑 希望在选择权到齐之前呢 会有让你短暂快乐 而且获得巨大利益的时光 好 那这个事实上呢 就是一个传统 应该说典型的一个伽玛的图 那这个我们刚刚画过呢 而且我们还画过说 不管是call的伽玛 或put的伽玛呢 都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随着时间越来越靠近 其实呢 不管是价内或价内的伽玛 都会越来越趋近于零 但是价平的伽玛呢 会趋近于无穷大 好 所以呢 这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 实现这一条是价平 然后点状的这个是价外 然后呢 再更小的点是价内 所以 这个图要从右边往左边看 当权利期间越来越短的时候 事实上呢 不管 什么样的价平 价内价外的权利 干嘛都会上升 可是大概在剩下 只剩半年的时候 其实呢 价平跟价 价内跟价外的伽玛呢 会渐渐的越来越小 可是价平的伽玛会 越冲越大 那因为呢 通常市场上的选择权交易 假如是在集中市场上交易的话 其实权利期间都很短 所以通常我们比较牢记的市场现象就是 你今天呢 随着时间越来越到到期 那价内跟价外的伽玛只会越来越小 但是价平的伽玛会越冲越快 那你可以发现呢 这个图其实跟刚刚θ 随着到其实越来越接近 然后三种不同价内外程度的图形 几乎就是软身兄弟啊 只是符号不同而已 好 所以呢 接下来他就要告诉你说 的确没有错 θ呢 在某些状况之下 很像伽玛的一个良好的代理变数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下说 这条偏微分方程式 我们之前是看过的 这里就是partial f partial t 其实就是θ 然后再加上呢 r乘以s 再乘以δ 这个δ就是partial f partial x 再加上二分之一σ平方 s平方 然后呢 这里就是partial partial f partial x 但是是做二次的微分 所以就得到伽玛 他就要等于rf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刚初precious所导出来的 一个衍生义商品的价格 必须要符合的偏微分方程 那当然很好玩的就是 他的文字哦 他说 假如今天你是一个投资组合 选择 衍生义商品的投资组合 而且标的是有发 连续现金股利 q的一个标的 所以这里应该是 r-q 括号乘以s才对啊 不是只有r而已哦 所以他这边写出了 但是我好像似乎也不大能够去改他耶 诶 竟然可以耶 真有趣 所以这个江湖的投影片的版本 应该是有好多版本 因为有时候是他很早期的时候 做的投影片 做的投影片 所以就是比较旧的 ptt的版本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去改他 诶 所以竟然可以改 好吧那我就把它改一下好了 只是不能够涂颜色说 这边其实是有错的 好那这条片的方法层呢 是必须要被吻合的嘛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 假如说一个投资组合 它是data neutral的话 那就是data等于0 所以中间这一项就不见了就不见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资塔加二分之一的sigma平方s平方乘伽玛 要等于一个常数呢 假如说利率是常数的话 那就是呢要等于R乘以π 换句话说就是时间经过一小段 那这个π呢就会以无风险利率成长 换句话说 你就会 不能说π以无风险利率成长 应该是说时间经过一小段的话 你就会赚到 这个π 然后乘以无风险利率的部分 好那假如说呢 利率是常数的话 右边这项就常数了 然后呢 假如说这个投资组合是data neutral 这项不见了 所以这时候就变成是 θ再加上二分之一的sigma平方s平方 乘以γ就等于一个常数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你只要懂了θ 大概就懂了γ呢 因为他们两个加重起来就是要是一个常数 当中间这项不见 所以你懂了γ大概也知道θ 你懂了θ大概也知道γ 这就是呢 为什么有时候对θ做避险是没什么道理可言的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讲θ 因为呢 在data neutral的投资组合之下 θ是一个不错的γ的代理 变数 好 那从这边你也可以发现说 因为当今天中间这项不见了 θ加后面这大串就是一个常数啊 所以呢 假如γ是正的话 那他们两个加起来又是要一个常数 所以γ假如是正的话 倾向θ就会变成是负的 那θ是负的话呢 γ就会是正的 所以他们两个真的就很像是转身兄弟一样 那只是性格差异很大就对了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vega吧 那vega是什么东西呢 vega事实上就是去探讨波动度变动对于权利金的影响 这个事实上呢就是所谓的vega 好那我们曾经讲过说波动度上升对权利金来讲都是好事啊 所以呢其实买权的vega会大于0 那卖权呢的vega也会大于0 当然我们这边探讨的都是阳春型的选择权啊 那新奇选择权不在不符合这不一定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现在看了就是最基本型的选择权的话 那的确呢他们的vega都会是正的 而且呢假如说你今天买权跟卖权的条件都一样的话 而且都是欧式 你从买卖权评价定来看哦 你还会发现说 其实买权的vega跟卖权的vega是会相等的呢 因为呢你把左右两次都对这个Sigma去做微分的话 那左边呢就只剩下C对波动度去做微分 然后右边呢就只剩下P对波动度去做微分哦 然后这两个还会是相等的 所以等一下呢8.445开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市场上的状况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vega它的图形 一个比较典型的vega图形会是怎样 那我们就顺便讲一下好了 所以今天假如呢你的横走是S 也就是标第五的价格 然后呢纵走是vega的话 那通常呢在价评左右的vega其实比较大的 那价内跟价外的vega是比较小的 那这个大致从常理下也可以推倒 也可以想得到这件事情 因为呢假如说你一个权力在价评左右 那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其实是很大的 今天呢波动度只要增加一点点 那就可能呢把这个标第五价格呢往右边推一点点 或者是往左边推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对于选择权的权力金影响就很大 可是假如说呢你今天是已经很深度价内或很深度价外的话 那今天即使标第五的波动增加了 那对于这个价格呢的影响程度会有 但是价格被影响了 对权力金的影响其实效果是很小的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深度价内或深度价外了 所以呢今天不管是深度价内或深度价外 其实vega都是比较小的 然后呢 价平左右的vega是比较大的 那随着时间经过这个vega要怎么动呢 其实这个vega呢会渐渐的一直衰退 一直衰退一直衰退 衰退到最后权力期间快到期的时候 几乎vega就没什么太重要了 那为什么你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想象得到啦 假如说这个是时间 然后这是标第五价格 然后现在标第五价格在这里 假设是50块钱 好那这是一个买权 所以买权的领约价呢就是70好了 所以这事实上是一个深度价外的买权 然后呢你说好 我现在呢要发奔突强了 我这标第五的波动度突然大增了 可是假如说下一秒钟就到期了 那不是白搭吗 那就是呢已经死不我遇了 换句话说 当权力期间越来越短的时候 即使你波动度要大幅的振作起精神来 事实上也死不我遇啦 那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标第五价格呢 要越过旅月价格变成家内的机会 其实也是很小的 那换句话说 在这种状况之下 Vega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也就是呢 权力期间快到期的时候 你的波动度即使大幅的变动 你波动度即使大幅的变动 然后呢对选择权来讲 也几乎没什么影响 因为已经死不我遇了 所以呢这时候 其实Vega就会几乎接近于0 好换句话说呢 随着时间的变动 这个Vega是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不管是价内或价平或价外 好我们看一下投影片怎么写 他说呢Vega就是一个比率啊 那就是呢 选择权的权力金变动金额 然后除以波动度的变动 好他说呢 Vega在做避险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些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你今天投资组合的Vega到底怎么算 那其实投资组合Vega呢 仍然是照算就对了 他事实上呢就是Summission的每一个投资组合里面部位的单位数 那你假如是买进的话呢 单位就是正的 然后卖出单位就是负的 然后呢再乘以 再乘以 这是乘 再乘以呢 每一个部位他的Vega 他的Vega 他的Vega 好 所以投资组合Vega就是这么算 但是呢 我们算出Vega要干嘛呢 其实我们是想要知道说 今天呢 我们要有Vega 然后当今天波动度变动一点点的时候 会对我们投资组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算Vega 可是呢 假如说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每个单位或者是每一个部分 他的银行波动度都差异很大的话 那这时候呢 你今天要看一下说 波动度变动一点点 对你投资组合造成影响的话 事实上你是假设这个投资组合里面 每一个不同部位 他的波动度都变动同样的单位 但是呢 因为你每个部位呢 银行波动度都不一样 所以呢 可能跟这个 每一个部位他的价内外程度不一样 所以就是造成银行波动度不一样 所以呢 就比较难说 每一个部位 他的波动度都会变动同样的金额 所以在这在使用投资组合的Vega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这一点 他说呢 今天Vega呢 其实你假如是投资组合Vega的话 那说穿了呢 就是个别的部位的Vega的一个加权平均 所以你今天在使用这投资组合Vega时候呢 其实你是隐含了今天所有部位的隐含波动度都变动同样的量 然后看对投资组合价值的影响 但是呢 因为你每一个部位 他的价内外程度不同 那他的隐含波动度也不同 所以呢 其实很难说每一个部位呢 他的波动度变动的量都是一样的 那这个是在使用投资组合的Vega时候呢 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好 那Vega呢 他的图形就长成这样子 这是一个蛮典型的Vega图形 那随着到其实越来越近 他就会越来越衰退 越来越不重要 越来越不重要 好 那你会想说我们现在呢 已经介绍了Delta 然后Gamma Theta 跟Vega 跟Vega 那在实物上呢 到底他们在做避险的时候呢 会去怎么做 那Delta是最好规避的啦 因为你只要操作标的物 就还蛮好规避的 所以通常呢 Delta是每天会去监控的 好 那这个Theta呢 没有避险的必要 因为时间的流动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不确定性的 所以没有什么必要 那Gamma呢 跟Vega 因为呢 你必须引进其他的选择权进来 才有办法去规避 你投资组合Gamma 跟Vega的风险 毕竟呢 你假如只有引进标的物的话 标的物其实也没有什么Gamma 也没有什么Vega 所以你假如说你引进标的物 是不可能去规避 一个投资组合里面的Gamma 或Vega的风险 你势必是要引进 其他的选择权进来 但是其他选择权进来 到底他的交易量够不够大 然后呢 交易的那个成本够不够低 足以让你说值得去 每天规避你投资组合的Gamma 跟Vega 这个是比较值得商榷的啦 所以呢 通常这个Vega跟Gamma 他其实就是会监控他 然后假如说真的已经太大了 那操作你所能够忍耐的范围的话 那再去管理他就好了 不然呢 平时大概可能一个礼拜管理个一次 那平时时候就监控他就是了 而且呢 通常假如说 你是一个银行 然后你卖出权利给客户的话 那通常呢 卖出去的权利都是价品嘛 那这个权利可能呢 半年或一年 所以呢 随着时间一直经过 那事实上 其实Vega就越来越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 Vega会一直衰退 那Gamma呢 只要你这个权利呢 越往价内跑 或越往价外跑 其实Gamma的风险 好像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所以感觉呢 Gamma跟Vega风险呢 都是可以让时间去解决的 那些有个例外啦 就是假如说你卖出去的权利呢 快到到期了 结果还在价品左右 那时候就很糟糕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Gamma风险就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就说你今天假如是卖权利给人家的话 你最大的梦魇就是 这权利快到期了 他竟然还在价品 在这种状况之下 Gamma会把你弄得很累很累很累 但是呢 假如说 随着日子经过这个权利 终究则是越往价内跑 或越往价外跑 然后呢 日子一直经过Vega越来越不重要的话 其实这两个风险呢 它是会越来越不重要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它这地方就是说 我们假如去数学上做一个Tiler展开式的话 我们就可以求得一个投资组合 它的变动金额约略就是下面这一堆东西 好那它这里呢 事实上是假设利率是不改变的啦 所以会动的就是标DU的价格 波动度跟时间 所以呢通常在做Tiler展开式 你一定是一阶展开先做完啦 那接下来呢 就是做二阶展开的部分 那什么叫二阶展开呢 就是对这些变数都做二次为分 然后呢 再对这些变数两两个做一次为分 那个事实上就是所谓的二阶展开的部分 但是呢 我们这些二阶展开部分呢 其实只有对S去做啦 那对波动度做二阶微分 或对时间做二阶微分 那个都没有做 然后呢 对标DU价格做一次为分 再对波动度做一次为分 或者是标DU价格微分完之后 再对时间做微分 或者是波动度微分完之后 再对时间做微分 那个也都没有做 因为那都是比较高阶的部分 就先把它忽略不济了 那你会说 那为什么今天要对标DU价格做二次为分呢 因为标DU价格通常变动很大 所以变动很大的时候 我们刚刚看过了 你用一条直线去描述曲线 可能就会常常产生比较大的误差 所以这时候呢 标DU价格的部分 我们就考虑做二次为分 但是波动度跟时间 通常都不会变动很大 所以二阶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当作忽略不济好了 好 所以呢 今天一个投资组合 它的价值的变动 约略就是这个投资组合 Delta乘以标DU价格的变动量 再加上呢 Vega乘以波动度的变动 再加上Theta乘以时间的变动 再加上2分之1Gamma乘以标DU价格变动的平方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今天就看你到底不想要什么样的风险 你就设法把它规避掉 例如说你不想Delta的风险 就把它规避掉吧 然后你不想Gamma的风险 就把它规避掉 你不想Vega的风险 就把它规避掉 所以你看什么东西不开心 你就把它给规避掉就是了 好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管理Delta Gamma跟Vega呢 好那我们说呢 其实选择权呢 每一个选择权都有它的Delta Gamma跟Vega 但是呢 你要知道标的物呢 其实它只有Delta而已 也就是说呢 标的物我们叫S的话 那标的物的Delta是什么 就是标的物的价格对标的物去做微分 所以呢标的物的Delta就是E 所以你买一单位标的物就是获得E的Delta值 你卖一单位的标的物就是获得-E的Delta值 但是呢标的物其实它没有Gamma 因为标的物它是一条直线 它没有所谓的二次微分 你当然也可以说把这个E再对S做一次微分就得到0 所以其实标的物它没有Gamma 标的物也没有Vega 所以你要去规避你投资组合的Gamma跟Vega 势必一定要引进其他的选择权进来 才有办法做得到 好这就是这边所讲的 他说Delta呢 其实你可以改变你标的物的持有量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去调整Gamma跟Vega 你一定要引进其他的选择权进来 才有办法 好那下面呢 就是做了一些简单的例子 而且这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有点有趣 什么地方有趣呢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Jung Ho他习惯 就是解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都要分两阶段的方式来解 例如说今天呢 我们假如要规避投资组合的Gamma的话 那我先引进一个选择权 先把Gamma解决掉 然后呢 因为你今天解决掉Gamma 可能就会使得原本投资组的Delta 就从0又偏到某个值了 所以呢 第二步我们再来解决Delta 他都是用这种两阶段的解决方式 等一下我们看例子就知道了 但是很多同学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两阶段去解决呢 他不是就是解一个连立方程式 就结束了吗 对啊 的确没有错 其实就是解个连立方程式就结束 换句话说他可以同时去解决 Delta Gamma Mega的问题 并不一定需要像课本所讲的 这么的啰嗦 用两阶段的方式去做 所以呢 我是比较喜欢就是用解决立方程式的方式来看 这样一下子呢 就一步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了 那会比说你去做两步来讲 第一个当然是方便多了 那第二个就是你分两步来讲 有些同学真的有时候会想说 这是有特殊的含义吗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两阶段来思考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现在有个投资组合 Delta已经变成零了 被你调到Delta Neutral了 但是他Gamma是-5000 Vega是-8000 这个是你现在有的投资组合 那我们就把它弄同置好了 那现在市场上呢 有其他两个选择权了 那他们的Delta Gamma Vega各是这样 那你不要忘记 其实还有个标的物 你可以把标的物列上来 那标的物呢 他的Delta是1 Gamma跟Vega都是0 好 所以我们看江湖他怎么思考 他说假如呢 你现在想要引进投资组合1 然后呢 使得你的 不是啊 你要引进选择选1 然后使得呢 你的投资组合的Gamma变成0的话 那到底要怎么做 换家说呢 你现在想要借由交易1 那你的投资组合的Gamma变成0 Delta也变成0 那该怎么做 那当然呢 还有标的物也是可以用的 好 我们看他怎么思考 他说首先我们先来解决Gamma的问题 所以呢今天选择权1 你势必就是要买1万口 因为呢1万口乘以0.5 你才会得到正的5000的Gamma 才可以抵消我现在投资组合 负的5000的Gamma 所以他告诉你说 首先你要先买1万口的选择权1 好 这是他第一阶段的想法 所以Gamma呢 已经变成0了 但是呢 当你买1万口的选择权1的时候 你就创造出6000的正Delta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再把这个Delta变成0 于是你还要再去卖出6000单位的标的物 所以呢 这就是他的两阶段思考法 先把Gamma弄成0 但是呢 Gamma弄成0的过程之中 会让原本Delta是0的值偏掉了 所以呢 第二步在使用标的物呢 把Delta再调回成0 这就是Johnhood他的二阶段的思考法 那很多同学都会想说 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那的确不用这么麻烦啊 所以呢 我们可以来设一个 业力方程式哦 所以你现在这边呢 就是除了Option1跟Option2 这两个商品之外 你就记住 你还有一个标的物 叫股票的 你还有一个股票 就标的物 他Delta是1 其他两个都是0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假设呢 今天标的物 我们要买S单位好了 然后呢 Option1呢 我们要买Y单位 然后呢 Option2呢 我们要买Z单位好了 Z单位 好 那我们呢 其实假如想要让这个投资组合的Delta跟Gamma都变成0 那事实上你就是设两条式子啊 那一条就是有关于Delta的式子 一条就是有关于Gamma的式子哦 然后呢 我们现在首先先用这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呢 来把投资组合的Delta跟Gamma都调到0 好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先调Delta 那因为你标的物买S单位啊 那标的物的Delta是等于1啊 然后呢 再加上你的Y 也就是Option1 你买Y单位 然后呢 Y它的Delta是0.6 好 然后呢 再加上原来的那个投资组合的Delta是0 那就是0嘛 然后你就令它等于0 你就令它等于0 因为呢 你希望这个Delta呢 最后整个还是会变成0 好 那Gamma的部分呢 我们就来看哦 你标的物买的S单位 可是标的物没有Gamma 然后再加上呢 你今天Option1买了Y单位 然后呢 它的Gamma是正的0.5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投资组合的Gamma呢 是-5000 所以呢 你今天就还是把这个东西呢 把它加总起来 然后令它等于0就对了 所以你今天有两条方程式 解两个位置数 那就一定解得出来嘛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你事实上可以从这条式子来解出Y 你就发现呢 Y就是1万 这就是John Hoover的第一阶段思考法 然后呢 当Y是1万的时候呢 你再从第二条方程式 然后去看一下 你S就是-6000 就是-6000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你可以一下子就把这一个 现行方程组给解出来 当然呢 你解的时候 这个也不用真的用到什么 消去法之类的 其实它真的就是可以用两阶段思考去做 但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现行方程组解完就好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呢 下面它这个例子 它说假如我现在呢 想利用option1把投资组合的VEGA弄成0 那该怎么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两阶段思考是怎么思考的呢 他说好吧 要把这个-8000的VEGA弄成0 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option1呢 一定要买4000口 因为4000乘以2才会产生正8000的VEGA 才有办法去抵消这个-8000的VEGA 所以他就说要买4000单位的option1 可是当你买4000单位的option1的话 你就创造出正的 2400的DEGA 可是你又希望呢 DEGA也变成0 那怎么办 那就是再卖掉2400单位的标的物 所以这就是交互的两阶段思考法 但是呢 我们也不用这么麻烦 事实上我们也是列两条式子就好了 所以呢 第一条式子呢 就是有关于DEGA的式子 那同样的呢 我们就说S乘以1再加上呢 Y乘以0.6 然后再加上投资组合的delta本来就是0 所以呢 你就令它等于0 然后呢 我们再设一条方程式就是VEGA 所以今天标的物你买S单位 可是标的物没有VEGA VEGA是等于0 然后再加上呢 再加上呢 再加上Y 你买了option1 你买了Y单位 那它的VEGA是正2 所以就是Y乘以2 然后呢 再减掉这个投资组合的VEGA是8000 它的VEGA是-8000 所以就是加上-8000 你就令它等于0 然后同时呢 这两条式子把S跟Y解出来就好了 所以呢 Y解出来就是正4000 S解出来就是-2400 那也就是这边所写的 所以事实上也是解一个线性方程式 就可以了 真的不用用这两阶段的思考法 好 最后呢 他就说 那假如呢 我们 现在呢 想要 把这个投资组合的 DELTA也变成0 GAMMA也变成0 VEGA也变成0 那这样子怎么办呢 那因为呢 你今天一个选择权 它只能消掉一个GAMMA或VEGA 那在很特殊的状况之下 是可以同时消掉两个 但是那个是一个很特殊的状况之下 才可以做到这一步 不然呢 其实一个选择权加进来 顶多只能消掉 非线性的一个避险参数 所以你势必要加上两个选择权 那才可以消掉 GAMMA跟VEGA的部分 然后呢 你还要再加上一个标的物 进来 才有办法再把DELTA变成0 所以你今天要把三个风险都变成0 你通常就是需要有三个商品 你也可以三个商品都选选择权 但是选择权的成交量真的有时候不是很大 事实上有的时候可能很大 但是没有办法去规避你更庞大的部位 更庞大的部位 所以通常呢 不会选三个选择权 你还是会选两个选择权 再加上一个标的物 那距禁标的物的成交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所以他这时候还是两阶段思考法 他说我们还是先解决GAMMA跟VEGA的问题 所以他就说 假设Option1是买W1单位 Option2是买W2单位 所以他首先呢 先列了一条式子是有关于GAMMA的方程式 所以你看投资组合的-5000 加上0.5乘以W1加0.8乘W2 我们就令他等于0 好然后呢 再来就是VEGA也设一条方程式 所以呢投资组合的VEGA-8000 加2乘以W1加1.2乘W2 也令他等于0 那我们就可以把W1跟W2给解除外 至少整个投资组合GAMMA跟VEGA 已经变成0了 但是呢 他说当你今天W1买4000口 你就创造出240的正delta 然后W2你买6000口 你就创造出3000的正delta 所以你总共创造出3240的正delta 那就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知道放空标的物 3240口 那就可以再把delta变成0 所以这就是他的两阶段的思考法 那事实上呢 你也真的不用两阶段的思考 你可以呢 真的就是一下子列条式子出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假设标的物买S单位 那option1呢 买Y单位 option2呢 就买Z单位 好 所以我们首先先列一条delta的式子 那delta的式子呢 就是你买S单位的标的物 所以S乘以1 再加上呢 option1买Y单位 然后呢 就是Y乘以0.6 再加上呢 option2呢 买Z单位 那Z的delta是等于0.5 所以事实上呢 就是Z乘以0.5 然后再加上原来的投资组合的delta是0 你就整个令它等于0 好 这个是delta的方程式 那干嘛方程式呢 就是X乘以0 再加上呢 Y乘以 Y乘以 Y乘以0.5 Y乘以0.5 然后再加上呢 Z乘以0.8 Z乘以0.8 好 然后再加上呢 原来的伽马是 负5000 所以就是负5000 因此呢 你这个东西呢 也令它等于0 那这个呢 就是伽马的方程式 好 那最后呢 有一条Vega的方程式 那还是一样 X乘以0 然后再加上呢 Y乘以2 然后再加上呢 Z乘以1.2 好 那再加上 投资组合的Vega 那是负8000 所以就是减掉8000 你也令它等于0 那一下子呢 就可以把SYZ给解除完 那解除完的结果呢 Y就是400 Y就是400 然后呢 Z就是6000 X就是负的3240 那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 你在解这个东西的时候啦 因为 X呢 下面这也都是乘以0 乘以0 所以的确没有错 你可以呢 先由 这一块 先把Y跟Z解出来 解完之后呢 再带到 第一条式子 那就可以把S给解出来 这就是Johnhood 他的两阶段的思考法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们下面这一块 跟他这里的方程式呢 事实上是完全一样的啦 但是呢 我比较喜欢三条式子 一下子列出来 然后把三个变数解一解 那这样看起来呢 似乎更直觉了当一点 好 那这个就是投资组合的 的风险到底怎么去管理 好 那 最后就是有关于说 还有一些东西 然后很不幸的 就是我又要去上课了 好吧 不过好处就是呢 现在开盘了 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刚刚所讲的 避险参数的一些特性 对 其实资讯也没有引进来 那是因为我还留了一个 Excel档案没有关掉 所以我把Excel档案全部关掉 然后我们把 即时资讯源引进来看一下 好 所以现在是8点58分 那事实上呢 已经开始交易了 那昨天台湾是放假 国庆日放假 那美国上个礼拜五跟昨天 其实都跌得不轻 那尤其费程半导体呢 已经跌百分之50了 因此事实上 台湾今天应该是会补跌 那我们看 例如说我们到奇交所去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现在 期货开盘是跌多少 大概跌了430点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说 蓝色的其实就是所谓的银行波动度 那紫色是上个礼拜五收盘的 那因为放假之前通常银行波动度会上升 然后今天虽然是期货下跌了 理论上银行波动度会上升 但是因为放假放完了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大家也知道了 所以其实波动度也会下降 所以有下降的因素跟散散因素 就造成说今天的波动度 大部分状况之下还是下降的 好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引入的即时资讯源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验证买卖权评价定理 也就是期货选择权的欧式买卖权评价定理 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都是非常接近零的 代表说台资选择权跟期货 台资选择期货之间 几乎也没什么套利的机会可看了 那你当然会说这边 好像负的比较大 不过不要忘记 这个是星期二 今天是星期二 明天这个周选择权就到期了 所以你说一周之后会从13,280 涨到14,000 几乎不大可能 所以事实上14,000以上的成交量是很少的 你只要看成交量比较大的话 这边买卖权评价定理 其实几乎都是吻合的 好那这里就是一堆的避险参数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像现在是13,271 所以大概就是13,250 或13,300 其实就是价平左右 那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两个的伽马 这两个伽马的值几乎很像 然后他们的Vega的值 也几乎很像 大概就是4.5794 所以你可以发现交量比较大的这些的伽马的值 其实买权的伽马跟卖权的伽马 其实台词选择权是欧式的选择权 所以欧式的选择权本来它的伽马 条件相同的条件之下伽马跟Vega 本来就会很像 那当然这个还有所谓的 这个银行的风险中立的爆场 就是到期的时候 标的物在风险中立经济体系之下的分配结果 那我们可以发现 左边其实尾巴有点厚 右边其实尾巴也有点厚 所以大概就是呈现两边尾巴都比较厚的状况 但是左边这比较厚 看起来是可能会有避险需求 右边比较厚是因为它已经满价外了 就是这些买权都已经满价外了 满价外的话 例如说13,650 你会发现13,650的买权就是5.3点 大概很多人也觉得算了 就即使把它变归零就归零吧 反正5.3点交易下也要成本的 那全部损失掉就是200多块钱 所以右边这这样厚位 有时候并不是代表说 投资人真的觉得 对未来标第五的价格很看好 所以去买很多买权 其实比较更多的就是 很多买权 它可能明天就到期了 然后现在还先撑着 还先撑着看看 也不急着把它卖掉 那反正呢 假如到期的时候 有很大几率会价外的话 那就让它归零吧 因为点数也不是很多了 就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们录音先到这边吧 等一下回来再把最后几页投影片补上 好那我们就先在这里停一下 先去上课了 好我回来了 那我们赶快把最后几页的投影片把它补完吧 那最后一个要介绍的避险参数就是Raw 那Raw呢它的数学上的定义 就是说你把一个 例如说选择权的价格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对无风险利率去做微分 后来讲就是要看一下 利率的变动对选择权价格的影响是多少 所以呢 这个投影片它写说 Raw其实是一个比率 那这个分子就是衍生性商品价值的变动 那分母就是利率变动的量 那事实上呢 因为股权的波动远比利率的波动大非常多 所以假如说你要关心的是一个股权为标的的衍生性商品 它对利率的风险的话 那事实上呢 应该可以不用太关心这件事情 因为呢今天股权呢 随便动一动 那大家都习以为常 但是呢 假如说利率 例如说一下子升息个三码四码 市场已经很震动了 但是呢你假如说就小数点的数字来看的话 其实那个量还是非常非常小的 那何况呢 Raw的数字本来就不是很大 所以呢 Raw的数字再去乘一个利率的变动量 这个变动量呢 假如又用小数点方式来表示的话 那事实上呢 对衍生性商品的价格影响呢 其实是很小的 除非啦 除非呢 两个例外 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你这一个衍生性商品呢 就是利率的衍生性商品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 其实你利率不是只有做折线 或者是复利的工作而已 这个利率本身就是标的了 因此这时候呢 利率的影响就很大 这个Raw其实就很重要了 不过那时候通常呢 也不会去定义Raw这个名词 反而会去定义 例如说什么DVO1的这样的一个名词 那说穿了呢 就是说今天假如 质利率变动一个BP的话 那对于呢 这个directive value的影响是多少 好那第二个呢 可能需要关心一下Raw的 就是当你今天假如选择权呢 是非常价内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呢 其实一个买权它假如很价内 那基本上它跟一个远期期约 已经没什么两样的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事实上买权它的价格 大概就会趋近于这个数 那就发现说 在这种状况之下 因为它跟远期期约已经没什么两样了 所以伽马也不重要了 Vega也不重要了 那真正重要的呢 就是什么 就是Delta跟Raw 那还有Theta 所以呢 这时候Raw可能就有点重要 或许就要关心一下 尤其在利率很高的状况之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你在事务上呢 在做避险的时候 那到底事务上都是怎么做的 好 他说Trader呢 通常都会保证 每天在收盘的时候 会把它的部位变成Delta Neutral 那一方面呢 就是Delta Neutral呢 只要动到标地物 操作起来 操作标地物是非常方便的 那再来就是呢 其实标地物的风险呢 也是这里面这些风险中 比较大的 好那其他的风险 大概就是监控一下啦 例如说Gamma跟Vega风险 就是监控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去 规避Gamma或Vega风险 你势必是要引进来 其他的选择权 但是假如说你的部位 很庞大的话 那其他引进来的选择权 到底量够不够大 那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呢 交易成本 假如说他们的买卖价差 都很大的话 那事实上也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选择权买卖价差呢 终究还是会比 那个标地物 大很多啦 所以呢 在买卖价差如此的 大的状况之下 而且呢 又不知道其他选择权的 交易量够不够 来规避你这个手上的 Gamma跟Vega风险 所以通常呢 就是会监控 那可能呢 一个礼拜调一次 或者是呢 太 太偏离 目标太远的时候呢 就会调一次哦 那当然呢 我记得早上曾经讲过说 通常银行在卖给客户 选择权的时候 那假如说呢 卖的时候是价平 通常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那这个商品呢 其实渐渐的可能都会倾向 价外或者是价内 那留在价平的机会 当然是有 不过呢 机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假如说呢 今天这个商品呢 渐渐变成价内 或变成价外的话 那其实伽马风险 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那Vega风险呢 随着到期日越来越近了 也不是很重要了 所以通常这个伽马 跟Vega的风险 大概就是监控 他就是了 好 那我们刚才讲 Delta避险的时候 或者是上一部影片 在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呢 Delta避险 其实 它的成本还蛮高的 因为你常常必须要 在标地物 那边做动态的进出 所以呢 假如说你的投资组合 真的蛮小的话 那避险成本就显然很高 但是假如说呢 你的投资组合 就是衍生性上面 投资组合非常非常大 那有可能呢 很多风险 他彼此之间 就会自然就避险掉了 例如说 你假如 手上有 买入买全 又有买入卖全的话 那事实上呢 这Delta风险呢 彼此就会自动抵消掉一些了 那假如说呢 你今天有买买全 然后又有卖卖全的话 那其实伽马风险呢 彼此之间也会抵消掉一些了 所以当你的投资组合 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很多的风险 他彼此之间会相互抵消掉 所以你就只要就 残余下来的风险来规避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避险成本 当然就会低很多 好 那我们前面讲的呢 这个避险参数 充其一样都是一种偏为分的概念 那也就是一次只变动一个变数 那其他变数都假设不改变 可是呢 我们也知道 其实现实生活上 那可能今天 一个变数改变了一下 其他的参数也会跟着改变 例如说 当标地乎大跌的时候 通常就会伴随波动度呢 会大幅的上涨 所以呢 关于这种一次变动很多参数 的一个做法 那通常呢 就叫做 Scenario Analysis 通常叫情境分析 那情境分析呢 就是说 他要去设计出到情境 然后看一下 在这些情境之下 那到底我的投资组合 表现会是怎样 那通常就是一次变动 很多个参数 例如说 我今天呢 可以讲 标地乎呢 假如说 变动多少钱 多少钱 多少钱 那就把它列在这些 蓝的名称里面 然后呢 波动度呢 可能会变动多少 多少多少 就把它列在这个列的标签里面 所以呢 我就有非常多不同情境的组合 我再去看一下 在不同情境组合之下 我这个投资组合呢 到底风险会怎样 风险会怎样 那有可能呢 你的风险呢 会在于标地乎价格上涨 而且波动度上涨 有可能呢 你的风险会在标地乎下跌 波动度下跌的时候 那有可能的 你的风险呢 会在中间 例如说 你假如去做跌状价差的话 那很有可能的 你的风险 其实是在 标地乎价格 不大动的时候 所以呢 像这种情境分析 其实就是一次变动 很多个变数 然后呢 去看看 在这些变数 同时改变成 某个值的状况之下 那你的投资组合的价值 会有怎样的影响 好 那最后呢 这里就是 我们看一下他这段字写什么 他说一个情境分析呢 就是去测试 一个投资组合 在不同的假设之下 那不同参数假设之下 这个 投资组合的价值 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那这边也是假说 讲说假设呢 我们就考虑 标地乎价格跟波动度 同时变动 那就可以做出一个图表 好 那这个事实上呢 就是欧式的权利 他的规矩类的公式解 那假设呢 有Q有鼓励力的状况之下 就长成这一堆东西 那这个在数学上推导都不是很困难 那当然呢 假如说你要去写程式的话 那一个方法就是把你的程式当作是计算机 所以就把这些公式带进去 那事实上呢 程式就会自动帮你算了 那另外一种做法呢 我记得我四年前是用另外一种做法 怎么做 就是呢 我出入这些公式 我觉得实在是挺烦的 所以其实我是用 差分的方法来做的 例如说 现在的股价 假如是50块钱的话 那我就把我的股价呢 变成50.01 然后呢 算一个买权的价格 然后呢 再把股价呢 变成49.99 然后呢 再去算一个买权的价格 好 所以呢 我就假设 今天假如股价呢 从49.99上升到50.01的话 那事实上呢 Delta S就是0.02块嘛 那这个买权的价格会从C2变成C1 所以我就C1减掉C2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数学上用差分的方式去算 微分的概念 那只要你今天这个分母 不要变动很大的话 其实算出来的数值 都会非常接近 你去带这个公式解 所得到的结果 所以那现在的电脑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有时候真的用暴力的方式来算 那也不需要真的去推导 这个数学公式 好 那当然呢 这边因为有股利率 所以呢 你也可以对股利率去做微分 那你会说 对股利率做微分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那不要忘记 其实在外汇选择权里面呢 那股利率就是外国的无风险利率 所以呢 你可能对本国的无风险利率 所造成的避险参数 Raw有兴趣 你或许呢 也会对外国的无风险利率 所造成的影响 那就是类似一个很像Raw的避险参数 只是你是对外国的无风险利率 去做偏微分 你可能会对这个东西也会有兴趣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试着呢 去对Q去做微分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 就是因为呢 你假如是期货选择权的话 你去期货选择权的话呢 其实Q就变成是R 所以你今天的Raw的公式 不会是这一串 因为呢 你今天要把公式里面的Q 全部都变成R 在整个呢 去对R去做偏微分 所以假如说你是期货选择权 Raw的公式不会是这样 但是呢 因为期货选择权的公式 相对来讲还蛮简单的 假如说你记得 我们在讲期货选择权的时候 那事实上呢 它就是一个 Exponential的什么 负RT 然后呢 什么 F0的ND1 然后呢 减掉K的ND2 所以这个东西对R做微分 倒不会很困难 那围起来 你会发现 哇 怎么这么的简洁 这么的有趣 那有兴趣的 就自己去围看看吧 好 那接下来呢 它就是讲说 有时候我们在做避险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喜欢用标的物 来操作 那我们之前呢 在讲这个Data避险的时候 例如说你有一个买权 然后你的标的物是股票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把买权的权利金 对于股票的价格去做微分 但是呢 有时候你可能不想操作这个股票 因为股票操作起来 可能成本很高等等 那假如说呢 你有市场上有股票期货的话 那或许你会比较喜欢 用股票期货来做操作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假如用股票期货来做操作 或者是你的标的呢 可能是大盘的现货指数 但是呢 你真的操作的时候 你也不喜欢去买卖大盘指数 因为真的很难买 你还是比较喜欢操作指数期货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到底我们假如要去求Delta 然后是对指数期货去微分的话 那它跟我们去对现货价格 微分的关系到底是怎样 好 这个就是在头影片所写的 好 那写的有点复杂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讲结果吧 好 那就是呢 喝一下水好了 好 那今天期货的价格呢 跟现货价格的关系呢 就是这条四字 这条四字 所以呢 你假如说 要把这个F呢 对S做微分 或S做 S把F对F做微分 其实都是不困难的 那例如说 我现在F呢 对S做微分 事实上就是 Exponential的 R减Q的T次方 好 那我们有这个知识之后 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好 因此呢 假如说 你现在决定呢 用期货来避险的话 那你要求的就是什么 你要求的就是 一个选择权 它对于期货价格 去做偏尾的结果 也就是说呢 既然你要用期货来做避险 你关心的一定是 期货价格变动一块钱 对于选择权所造成的影响 但是呢 这个东西其实 我们可以用数学上的圈入 也就是连锁规则来做 所以呢 我们可以C 先对S做微分 然后呢 S再对F给做微分 好 所以前面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 我们现货的delta 也就是呢 选择权的价格 对于现货价格 做微分的那个delta 然后呢 后面的这一项 就是好像是上面这里导过来 所以其实就是 exponential的负 R减Q R减Q的T次方 好 所以 我们就说 你假如呢 用期货来做delta避险的话 那你这个口数呢 其实就是用现货来做避险的口数 再乘以一个exponential的负 R减Q的T次方 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来看 他们篇写什么 他说呢 今天一个期货呢 对于现货 的delta呢 事实上就是这一项 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今天你假如说 期货价格 对现货价格做微分的话 其实是会得到这一项的 那因此呢 John Hoare他就说 假如呢 你用期货来做delta hedge的话 那因为呢 你可以先把选择权的价格 对现货做微分 然后呢 现货再对期货做微分 所以最后得出来的结果就是呢 我们原本拿现货来做避险所需要的部位 再多乘以一个exponential的负 的R减Q的T次方 那事实上就是我这边所写的事情了 好 那结束上呢 他还讲的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刚刚讲的是 期货拿来当做delta避险的操作的工具 那有时候呢 我们会对远期契约 它的价格 远期契约它的价值 到底 它的一些避险参数是什么 好 那我们呢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都忘了是第几章 总而言之呢 就是 假如呢 有一个远期契约 那它的标的呢 是不会发现金鼓励的标的的话 那远期契约的价值就长成这样 所以呢 你今天要去求远期契约的价值 它的delta的话 那事实上呢 就是一样 就是一 因为你对S0为分 事实上就只有得到一 那当然呢 假如说 你今天呢 这一个标的会发现金鼓励的话 那通常呢 这里会乘一个exponential的负QT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你围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exponential的负QT 好 那我们讲完避险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些 避险参数的值出来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避险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把 手上有的投资组合的 delta γ 跟vega 把它的值 尽量变成0 这个事实上就叫做避险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呢 去创造出 这些避险参数的值出来呢 事实上是有的 所以下面他说 当我们今天想要去创造出类似拥有选择权的话 那事实上呢 就是去操作标的物跟无风险资产 然后呢 希望这整个投资组合 他的delta可以等于我们呢 想要复制的那个选择权的delta γ可以等于我们想要复制的选择权的γ 那vega也是一样 那当然呢 你要去复制delta比较简单 你可以用标的物跟无风险资产就复制出delta了 那只要说你要再复制出γ跟vega 那显然一定要加进去其他有γ跟vega的商品 才有办法去把这些东西复制出来 你不可能说只有拿标的物 然后呢 去想要复制出γ跟vega 这是不可能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在之前讲二项数的时候 曾经讲过 怎么用二项数来评价买权 那时候呢 我们就用数字的例子告诉你说 买一个买权呢 那约略就好像是买delta单位的标的物 然后再加上呢 跟人家介入钱 接入钱 好 所以今天你可以直接到市场上呢 去买买权 那你也可以呢 自己用标的物和无风险资产 把它复制出来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买权呢 它事实上呢 the data 就是买权的data 我们就去data吸好了 然后呢 它就等同于呢 你去买delta单位的股票 那股票delta是1 然后呢 你买delta单位 所以呢 你买delta单位股票 其实你也复制出 delta这个数字的避险参数 delta delta避险参数出来了 那当然呢 你买股票 那 钱是远远不够的 相对于呢 你假如说 只有去买买权 出的钱比较少的话 你呢 用那么少的钱 是买不到delta单位股票 所以你是要跟人家去借钱 借入钱 因此我们才说 选择权是一个杠杆的商品 好 那同样的呢 其实买一单位的卖权呢 那我们也可以去证明出来 它就好像是操作了标的物 但是是放空delta单位的标的物 那事实上呢 我们在讲二项数的时候 那一起模型的江湖 它只有举买权的例子 因为呢 卖权的例子呢 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所以它就没有举卖权的例子 但是呢 你可以自己回去做看看 就是说 假如是一个一起模型的话 那买一个卖权呢 那就相当于去放空delta单位的股票 然后呢 你放空股票会得到一堆钱嘛 再把这一堆钱呢 借出一部分出去 好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是等价的 那因此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左边这个地方 你买一单位 那买的时候呢 其实是证号 单位数是证号 然后呢 你就买一单位的卖权 所以这个delta p呢 就把它乘上来 那这delta p其实是负的啦 例如说是负的0.4 所以呢 你假如说 你左边这样子去买 一单位的卖权的话 你就创造出负的0.4的delta 那右边呢 你是放空一单位的股票 所以呢 放空delta单位的股票 所以放空的话 单位数就是负的 那因为呢 你是放空delta单位股票 例如说 你就是放空 0.4单位的股票 因此你这边呢 就是单位数就是负的0.4 但是呢 你再乘以股票的delta是1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其实右边这边的delta呢 也是负0.4 那左边买单位的卖权 那delta也是负0.4 因此呢 因此呢 就delta的部分来看的话 那我们右边这个东西 真的就把卖权 负0.4的delta 就把它给复制出来了 那当然呢 你要复制这个卖权 其他的避险参数 那就要加进其他的选择权了 因为标的物 毕竟是一个直线的线性商品 不过呢 从这里我们倒是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你今天呢 要去做避险 你可以去买卖权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买卖权又等同于呢 放空delta单位的标的物 所以你呢 也可以不要去买卖权 你就自己去复制出买入卖权 那怎么做 其实呢 就是把你这个投资组合的delta算出来 然后呢 算出来之后 你就去卖出某个比例 你这个投资组合出去 那把卖出去的钱呢 把它放到无风险的资产里面去 那这样的话呢 就等同于你这个股票的部位 跟现金的部位呢 加总起来看 好像就是在复制一个买入卖权的感觉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投影片在这边说些些什么 他说呢 在1987年的10月之前 那很多人 尤其是股票钱基金的经理人呢 他其实是没有去买卖权的哦 他事实上是利用 复制的方式 然后来 复制的方式来复制出 好像有买入卖权的这件事情 所以这怎么做呢 他说基本上你就去算一下 你这个投资组合 那这个data到大概是多少 好 然后呢 做完之后 你就去卖出足够的投资组合 那你可以卖现货啦 也可以卖期货都是可以的 那只要使你的呢 这个现货跟无风险市场投资组合加起来的data 跟你要买的那个卖权的data是一样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就创造出 买入卖权的感觉了 好那我们来看呢 你这时候要怎么去做动态的调整呢 那调整 好所以他说呢 假如你的投资组合价值增加的话 那通常呢 这个put的data就变得没有那么的负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说 今天你的那个put的data 可能从-0.4变成-0.1 本来叫你呢 卖出你的投资组合价值的40% 那现在呢 只叫你卖出10%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回补 30%原来投资组合的价值 所以呢 当今天股票上涨的时候 put的data没有那么负 你就是买一些原来的投资组合 把它买回来就对了 好但是呢 当今天假如股票下跌 所以你的投资组合的价值下跌的话 那事实上呢 其实在这种状况之下 put的data呢 也会变得比较负 那例如说从-0.4变成-0.8 所以呢 你本来是要卖掉你原始的 投资组合的价值40% 现在要卖到80%了 所以就代表当初卖的太少了 那你应该再卖更多一点 这样才可以去复制出 你好像呢 买了一个卖权 那个卖权的data呢 已经变得很富了 好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这种自制的买入卖权呢 那基本上在标的路的部分 也是呢 做追涨杀跌的事啦 那也就是呢 今天投资组合价值上涨 你就多买一点回来吧 投资组合下跌 投资组合价值下跌 你就反正多卖一点投资组合 那这样感觉 好像自己就有在买入卖权 那你可能就想说 哦 干嘛这么麻烦呢 为什么不直接去买入卖权就好呢 那原因就是因为呢 在1987年那时候 其实选择权毕竟出来还不是非常久 所以呢 它市场上流动性也不是很好 而且呢买卖价差也比较大 那当你呢 假如说 你要避险的部位很大话 可能呢 在市场上也找不到 足够适合你的履约价格的 足够数量的卖权 所以呢 那些经理人就说 那我们就自自买入卖权吧 可是呢 到了1987年的10月19号的时候 那这套系统就整个崩溃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天的股市是大跌的 而且在一天之内呢 股市就跌20%左右 好 所以呢 当股价下跌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delta p呢 它是也会下跌的 换句话说呢 它就会更负 就代表就是会负得更大 就是负值更大的意思 就是更负数的意思 好 那代表说 你假如呢 要自自去买入卖权的话 你是必须要卖出更多的股票 或者是呢 你就是要卖出更多的期货 好 但是呢 因为那时候的电脑交易速度 还是没有很快啊 所以呢 这整个单子就塞住了 换句话说 很多人呢 他想要卖股票 或者是卖期货 但是问题是呢 卖单太 太太太拥挤了 所以就被执行的很慢 那一面慢慢的执行中 其实市场价格呢 又一直掉 然后一直掉的时候呢 这个卖权的data就变得更负 就叫这些经营经理人呢 卖更多的股票 可是问题是 现在就是塞单了 那下更多的卖单 他还是整个塞在那边 那很多交易呢 甚至到两个小时之后呢 才被处理完 那事实上你可能呢 要卖的时候 股价是100块钱 等到处理完的时候 你可能是在80块钱卖掉的 那当然呢 就没有达到避险的效果了 因为你可能在100块钱的时候 就要赶快卖掉一张股票 结果现在塞单了 等到你真正卖掉 是用80块卖掉 那其实呢 避险效果就近似了嘛 但是假如说 你当初有去买入卖权的话 那这个卖权的价格呢 倒是会跟着 实际股票价格 或市场价格的下跌 而这个卖权价格呢 是会一直上升的 那就可以保护 你手上的那些现货的损失啊 所以呢 你假如当初有去买入卖权的话 那是可以保护 你手上现货损失 但是你假如是用这种 卖出股票去复制出 买入卖权的部位的话 那事实上 你最后股票成交价格呢 都非常的差 都差得比当初 预定要卖出的价格还要更多 所以呢 那就是这种自制买入卖权的方式呢 之后就再也很少人在用了 因为当然呢 选择权市场就越来越健全了 所以呢 就直接交易选择权就好了 也不用自己在那边操作 手上的那些部位了 好 这个就是呢 整个避险参数的章节 那我们就先录到这边吧 就这样子上屋的章节 我先不生